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 作者 杰德·麦肯纳 翻译 莫里斯 第九章 摩根德耶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所有生物都灭绝了 整个世界剩下一片汪洋 一个灰色 冰冷 雾蒙蒙的沼泽 只有一个老人从毁灭中幸存下来 孤身一人 他的名字叫摩根德耶 他在死水中走啊走 精疲力竭 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 看不到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 他身陷绝望 喉咙被难以表达的哀伤 耿住 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 他回过头来 发现自己身后有一棵无花果树 正从泥沼中长出来 树下有个正在微笑的漂亮小孩 摩根德耶停下脚步 惊讶地喘不过气来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在这里 接着 小孩对他说 我看到你需要休息 进入我的身体吧 老人突然无比蔑视自己的长寿 小孩张开嘴 一阵大风吹了起来 让人无法抵抗的狂风 将摩根德耶扫向小孩嘴里 他身不由己地钻了进去 掉进小孩的肚子里 他在里面四处张望 看到了小溪 树木 成群的家畜 还看到扛着水的女人 一座城市 街道 人群和河流 是的 在小孩的肚子里 摩根德耶看见整个地球 平静而美丽 他看到了大海 看到了无尽的天空 他走了很久 比一百年还久 都没有碰到小孩身体的尽头 然后风又吹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被向上拉去 从一个嘴里被吐出来 发现那个孩子还在无花果树下 小孩微笑地看着他说 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过了 上克劳德·卡里耶尔 改编的舞台剧版《摩合婆罗多》 第十章 不是悖论的悖论 上帝从空无中创造出一切事物 但一切事物都隐约 透出其空无的本质 保罗·凡勒西 我们遇到一个悖论 太棒了 现在我们有了进步的希望 尼尔斯·波尔 那是另一个美丽的夜晚 我们刚用完晚餐 坐在户外起居室里 围着那个制造跳动火焰的玩意儿 制造出的跳动火焰 约翰和克雷尔坐在一边讨论着什么 卡尔在看杂志 山地在打毛线 我则有一大罗书要努力肯玩 卡尔放下杂志 抬起头来 你对时间旅行有什么看法 他问道 不可能 克雷尔回答 你不能在时间中旅行 因为有悖论 约翰补充道 因为你可以在你父母相遇之前 就把他们杀掉 克雷尔说 这样你的父母就没法把你生出来 约翰补充道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你 回到过去杀掉他们 克雷尔说 你做的任何事都可能完全改变一切 约翰补充道 以此类推 克雷尔说 没错 约翰补充道 以此类推 嗯 卡尔对我说 嗯什么 答案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时间旅行 时间旅行可能吗 克雷尔问道 当然可能 我说 那悖论呢 约翰问道 没有悖论 这是个悖论 克雷尔高声喊道 摆出一个夸张的我控诉手势 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过去 约翰说 然后阻止我们的父母搞在一起 克雷尔重复道 或者杀掉我们的祖父母 约翰说 山地抬起头 皱着眉头 看着他们俩 好吧 我试图在他们的故事变得更可怕之前 把它掐断 你们得到的悖论 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 重新思考一下 你觉得你知道的事 比如说 克雷尔问道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什么假设 约翰也问 时间和时间的流向 先从这些开始 我答道 所以 时间旅行真的有可能 我不确定不可能是不是可能的 我说 悖论 约翰喊道 直入梦境呢 克雷尔问 进入某个人的梦里 约翰解释道 就像全面启动那部电影一样 克雷尔说 进入别人的梦里 改变他们的思想 约翰补充道 也许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 克雷尔说 一个被植入的梦境 也许你正在我们的脑子里 搅乱我们的想法 约翰补充道 或者 也许你正在自己的脑子里 搅乱你自己的想法 我说 克雷尔瞄了约翰一眼 看看他是不是正在干这件事 不过 直入梦境和时间旅行这种事 有可能发生吗 卡尔问道 在梦里有什么不可能 我答道 那只是你的意识 在感知和理解事件 就像现在一样 昨晚我做了一个飞行的梦 它是如此真实 我醒来后 费了好大力气 才想起来 我不能飞 山米尔·杰克森 在他的胶岩卷饼车上 敲诈了我五块钱 我醒了之后 依旧觉得难以释怀 我想说的是 意识的内容是什么有何重要 飞行 直入梦境 时间旅行 空间穿梭 被外星人绑架 变成昆虫或星系的经验 体验到上帝意识 或佛陀意识 诸如此类 没有限制 你是一个无限的宇宙 对你来说 有什么不可能的 双胞胎姐弟 悄悄地交谈了一会儿 那么再请问一下 宇宙是什么 克雷尔问 梦境状态 玛雅的幻象宫殿 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你可以挑一个比喻 或者自己想一个 但没有一个真正的 实际的物质宇宙 约翰问 当然没有 我说 他们会把这个宇宙放在哪 所以那就是一个悖论了 克雷尔说 不是 我说 那它是一个 不是悖论的悖论吗 约翰问 嗯 也许吧 他们看上去很满意 那柴法德的无限不可能性引擎 是有可能的吗 约翰问 那个引擎不是他的 克雷尔纠正道 他偷来的 他是银河系的总统 约翰辩解道 那他也没有权利偷 黄金之心太空船是总统的 不 那艘船是他抢来的 在 别说了 我说 拜托 他们停了下来 卡尔在一旁看着 山地则在打毛线 好吧 我说 如果我说不可能性引擎 是有可能的 你们是否就了解 我对所有事物都会说有可能 是的 约翰说 是的 克雷尔说 是的 他是有可能的 我说 他们咧开嘴笑了 看着我 看着对方 然后又看向我 他们看起来太满意了 所以我向他们皱了皱眉头 于是他们又缩了回去 姐弟俩在查阅平板电脑 希望 我希望 找出问倒我的方法 我回到我一开始在读的那堆书里 想看看 费谭多博尔论 或贝克莱主教 或其他任何人 有没有把意识主导论这件事 说得够清楚 否则我就真的应该 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了 既然已经说 所有事物都是有可能的 我不妨也提一下 这些非主流的东西 超感官知觉 不明非行物 出体经验 宾死体验 隔空遗物 与心电感应之类的玩意儿 天使与魔鬼 大脚怪 预言 星座 奇迹 占卜 基本上就是所有能在新时代 神力学和超自然的货架上找到的东西 宇宙主导论中的超自然现象 比如穿越时间和空间 远距离感知 在意识主导论中是很正常 很自然的 它们不过是感知而已 和其他感知没有什么不同 在梦境状态中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有什么是没办法被梦见的 感知是唯一的现实 所以 如果你感知到某样事物为真 那它一定是真的 没有其他的判断标准 意识是让一切变为可能的机制 以占卜为例 借由茶叶 行星连线 或机的砂囊来预测未来的机制 到底是什么 在宇宙主导论中 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解释这样的事 所以 它们一定是不可能的 而在意识主导论里 那个机制就是意识 所以这样的事就和其他事情一样可能 现在再去看看那些超自然的 不寻常的现象 你会发现奥秘可以被同一把万能钥匙解开 既然说到这里 就顺便重新审视 我们以为自己了解的种种自然 寻常的现象 因为它们的运作方式全都一样 时间过去了一会儿 或者说 我相信时间过去了一会儿 意识是怎么从无意识中产生的 约翰问道 我从我乐意从中抬起头的一本书中抬起头 这个问题是从哪来的 我问 我们在网路上找到的 克雷尔说 它应该是那几个深奥的哲学问题之一 哦 好吧 如往常一样 这个问题的假设是错的 我们在问题上学到的东西比在答案上学到的更多 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 意识并非存在于时间中 而既然意识就是一切 实际上也没有其他选项 没有非意识这种东西 也没有意识之外的其他东西 存在真相中的东西不可能同时不存在于真相里 你会问无限是怎么从有限中产生的吗 会问真相如何从谬误中产生吗 会问真实如何从虚假中产生吗 噗 问题被消灭了 奥秘被解开了 还有其他的吗 为什么存在某样东西而不是空无遗物 约翰问 这是另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 克雷尔补充道 好问题 检查你的假设 比如说什么假设 克雷尔问 这个问题里只有两个假设 我说 有某样东西存在 克雷尔说 并不是空无遗物 约翰说 他们讨论了一下 然后转向我 这一切令人非常迷惑 克雷尔说 非常难以理解 约翰说 其实没有什么要理解的 我说 你们的困难来自试图让我所说的符合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做不到 因为你们所知道的是错的 这几句话似乎没有为他们解惑 如果没有错误的知识 我继续说到 意识主导论会很简单 很自然 不需要耗费任何力气去理解 我说过 它对我来说不是个概念上的挑战 而是我目前的存在之处 如果你从二维现实进入三维现实 一开始 一切事物都会显得新颖且让人迷惑 但你会逐渐习惯 然后它就成了你的新现实 对我来说就是如此 这是因为我就在这里 而不是因为我在概念上理解了意识主导论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他们看上去并不明白 但也没有开口明说 好吧 想象一下 你从二维现实转入三维现实 等到习惯之后 你回到原来的二维现实 向那里的人描述三维现实的状况 首先你会发现这两个范式毫不相干 其次 如果对你而言唯一值得说的 就是告诉别人自己去三维现实看看 那么 向人们描述你的新现实 就成了一项极富挑战性 且终究非常荒谬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就是我说的话 之所以让人困惑的原因 明白了吗 他们并未瞬间开悟 让人瞬间开悟这个领域 真的只属于禅宗那帮人 第十一章 山与兔子洞 开悟之前 见山是山 在开悟的过程中 见山不是山 开悟之后 见山又是山 当然 我们说的不是山 而是宇宙 宇宙一开始是宇宙 然后不是宇宙 最后又是宇宙 第一行是宇宙主导论 玛雅的幻象宫殿 第二行是宫殿之外 永恒的空无 一个奇怪而荒凉 名为完成的地方 第三行则是经过十年左右的重新编译和处理 而达到的意识主导论现实 建山是山等于宇宙主导论的梦境状态 建山不是山等于觉醒 建山又是山等于意识主导论的梦境状态 第三行暗示 我们又回到一开始的地方 但又不尽然如此 进入第三阶段后 世界又回到它原本的现实 但现实本身永久改变了 第二部分 建山不是山的阶段 是永恒的空无 一旦所有由情绪赋予力量的错误认知被移除 剩下的就是永恒的空无 永恒的空无是真正的现实 而现在你所处的这个现实则是虚拟的 从第二部分进入第三部分 并安定下来 以我的经验需要十年左右 然后呢 山是山吗 当然 它一直是那座山 不过并不完全是 因为没有人真正从永恒的空无回来 进入山又是山的阶段 观者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全新的现实中 其中的确存在一座山 但同时又没有山 同样的山 不同的现实 被感知者和感知没有改变 感知者变了 错误认知消失了 滤镜被移走了 情绪的连结被切断了 魔咒破除了 在骇客任务中 莫菲斯提议要向尼欧展示兔子洞到底有多深 话语中暗示他们会走得更深 他应该说的是 他会帮助尼欧离开他原来身处的洞 事实上 他们从来没有让尼欧离开 只是帮助他向上走了一层 开悟之前 我在兔子洞里 在开悟的过程中 没有什么兔子洞 开悟之后 我又在兔子洞里了 我们不了解兔子洞里的规则 因为根本没有规则 逻辑本身符合逻辑吗 一加一等于二吗 我在相信自己理智且清醒时 真的理智且清醒吗 身处梦境中 我相信梦境是真的 这就是现在的状况吗 我自己曾经离开兔子洞 又重新进入洞里 但即使如此 我其实没有重新进来过 也办不到 即使身在洞中时 我也在洞外 对不起 说了句有禅意的胡言乱语 离开兔子洞时 我并没有发现自己 到底是谁 是什么 在哪里 而是发现了 我不是谁 不是什么 不在哪里 这其中不涉及知识 所以不太容易忘掉 也许清明梦是理解 见山又是山 又回到洞中的意识主导论 最好的方法 就算没有体验过清明梦 也非常容易就能理解它 我们把平常醒着时的意识 带进沉睡时的梦境状态 全然觉知自己是存在 虚假现实中的真实人物 见山是山 等于做梦 见山不是山 等于清醒 见山又是山 等于清明梦 清明梦的梦者 可以瞬间抽离 回到完全清醒的意识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这就是清明的意思 我们不会像第一阶段那样 完全处于梦中 我们不再穿着睡袍 在疯人院里游荡 现在我们带着访客证 自由出入 是否就会让你做梦来的一步 我这次就会让你做梦 好 好 好 我这次就会让你做梦